我和白月光同时掉进水里,男朋友毫不犹豫地选了他。 我果断提出分手,几个月后,他来找我复合。 我摸摸肚子,不好意思,我怀孕了。 今晚,你猜我和你同时掉进水里,清辉哥哥会先救谁? 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柳云人拽着胳膊一同摔进游泳池的深水区。 小时候溺水的记忆涌入脑海,我被吓得浑身使不上劲。 很快,水涌进我的嘴里,呛得我不停咳嗽。 在求生本能的驱使下,我开始像个死狗一样扑腾。 岸上尖叫声叠起,来人啊,今晚和柳云云掉进深水区了。 他们俩都不会游泳,郑清辉闻声赶来。 西装外套都没脱,他就纵身一跃,跳进水里。 我充满稀迹地向他投去目光。 他知道我溺过水,应该会先来救我吧。 事实证明,自作多情要不得。 郑清辉连余光都没分给我,毫不犹豫游向柳云云。 这就是我全心全意爱了八年的男人。 真可笑啊,我眼中闪过一抹嘲讽。 苦涩如同这泳池里的水,将我整个人包裹住,让我喘不上气。 由于胸腔的氧气越来越稀薄,我的视线逐渐模糊。 柳云云得救后,回头看了一眼,目光相接,我一心能看到他脸上属于胜利者的微笑。 郑清辉发现我还在水里,想救我,却被柳云云紧紧抱住。 清辉哥哥,刚刚差点死掉了,我好怕。 见他瑟瑟发抖,郑清辉不免左右为难。 最终,他很下心不去管泳池里的我,耐着性子红起怀里的人。 而我体力耗尽,一点点沉入水底。 失去意识的前一秒,我不知道是不是死亡之前的幻觉。 有个男人向我游了过来。 我从广袤无垠的黑暗中醒来,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白。 意识回笼,我发现脑海中多了一些信息。 原来,我一直生活在书里。 郑清辉和柳云云是主角。 而我只是不断作妖,促进男女主感情,顺带给男主送资源的工具人女配。 按照剧情,我因为郑清辉忽视,已经在游泳池溺亡。 之后,郑清辉拿着我父母留给我的巨额遗产,混得风生水气。 短短两年时间,他就从一个刚刚起步的创业公司老板,变身科技新贵。 从此和柳云云甜甜蜜蜜地生活在一起。 至于我,偶尔有人提起来,就是那个舔狗啊,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以前受剧情影响,无论郑清辉对我说什么,我都义无反顾地跟在他的身后。 现在我清醒了,自然不会再继续当他的舔狗。 否则网上的姐妹就该开叉车来找我了。 我拿起枕边的手机,目光坚决,郑清辉,我们分手吧。 我把这条消息发过去,一滴头,泪珠滴在医院的白色被子上,异常明显。 伸手摸摸脸,我才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哭了,脸上都是泪痕。 秦婉,你真没出息。 我抹掉眼泪,吸了吸鼻子。 等我平复好情绪,一抬头就见郑清辉和柳云云并肩走进病房。 我嘴角轻撇,冷笑道,你们来做什么? 郑清辉面色一沉,警告我,我和云云好心来探望你,你不要不是好歹。 换作平时,郑清辉稍微沉下脸,我就慌得不行。 无论自己处于什么情绪中,都会先去哄他。 现在不一样了,要不是没有力气,我非得给他一个大鼻痘。 我咬咬牙,冲他们俩阴阳怪气道,你们俩的好心,我可不敢要,搞不好命都没了。 郑清辉面上多了些许尴尬,但很快又被理智气壮取代。 秦婉,我又不是故意不救你,你能不能大度点。 既然人没事,就别揪着这件事不放了。 我气笑了,行啊,让你的好妹妹体验一遍我遭的罪, 我就不和你们计较了。 柳云云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 秦婉姐姐,你不要和清辉哥哥吵架,都怪我不好。 我翻了个巨大的白眼,柳小姐,你不去当演员,真是可惜了。 不是的,柳云云小脸苍白,仿佛受了巨大打击, 我是真心实意想和姐姐道歉的。 够了,郑清辉冲我大吼,然后拉着柳云云往外走。 柳云云回过头,眼中的得意都要溢出来了。 没过多久,我和郑清辉在病房大吵一架的消息,就传遍圈子。 我不想应付那些来八卦的人,干脆在朋友圈发了一句分手快乐。 这一下,大家彻底炸开锅了。 纷纷在评论区下注,压我能坚持几天, 毕竟我对郑清辉的铁是出了名的。 傍晚,闺蜜王若欢冲进病房,她抱住我,一脸惊喜问道, 你真要和郑清辉分手。 我点了点头,朋友圈都发了,还能有假。 王若欢弹起来,欢呼雀跃,太好了,老天总算开眼了。 我忽然想到一件重要的事,喊住她, 对了,昨晚是谁把我就起来的。 王若欢回到床边,对我好一阵挤眉弄眼才道, 是我表哥,嘿。 方便给个联系方式吗? 我想着道谢,并没有注意到王若欢的弦外之音。 当然啦,王若欢掏出手机,迅速给我推了个微信名片。 我申请添加好友之后,把手搭在王若欢的小臂上, 有些不好意思说,宝,我准备把现在住的房子卖掉, 接下来估计得去你那过渡一段时间。 王若欢松了口气,来呗,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 吓死我了。 三天后,医生确认我身体没有大碍,就放我出院了。 我回到家,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 把售卖信息挂到网上后,我忽然想起,还没通知郑清辉, 就给他发了条消息。 我要卖房,限你一个星期处理好自己的东西,不然我就全扔了。 郑清辉没理我,我心无波澜,甚至在想他看不见最好。 到时候我就把他东西全扔垃圾桶。 可惜,天不遂人愿。 郑清辉竟然跑来公司楼下,蹲我。 看着他怒气冲冲的脸,我觉得特别可笑,有事。 郑清辉眉头紧皱,浑身散发着冷气,秦婉,你别闹了行吗? 我面色平静回到,郑清辉,我没有闹。 郑清辉攥紧拳头,周身气压低到极点,所以你是真的要和我分手。 对,我只是郑清辉的眼睛,语气前所未有的坚定,无论分手还是卖房,我都是认真的。 很好,郑清辉发出一声冷笑,希望你永远不会找我复合。 我抽了抽嘴角,你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 瞥见几个下属,恨不得过来吃瓜,我特意补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你今天的行为已经对我造成了困扰。 郑清辉瞳孔一缩,眼中满是不可思议。 时间宝贵,我不想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人身上,直接绕过他走了。 郑清辉没有拦我,我松了口气。 心情不好,我想逛逛街,买点东西发泄一下。 可惜王若欢有个案子,要处理,我只能自己去了。 到了平时经常去的珠宝店,贵姐热情地迎了上来。 正当她准备给我介绍新品的时候,店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郑清辉那位刁蛮刻薄的妹妹,郑清。 四目相对,郑清扬起下巴,这位贵姐,我劝你不要在这种穷鬼身上浪费功夫了,她买不起的。 我笑了,郑清辉是真要面子啊。 住着我的房子,花着我的钱,还对外宣称这些是她给我的。 以前我舔她,自然不会过多计较。 现在,啊。 我双臂环抱已在柜台上,似笑非笑,你先回去问问你哥那笔创业资金是谁给的吧。 郑清脸色骤变,你什么意思。 我没空给她打一解惑,转过头对贵姐说,这个嫉妒的新品都给我包起来。 贵姐愣了几秒,笑得无比灿烂。 好的,秦小姐,等我刷完卡,郑清傻眼了。 她嘴唇颤抖了几下,似乎不敢相信。 我吃笑了声,正准备往外走,忽然想起一件事。 你从我这抢走的珠宝,献你三天之内如数归还,否则后果自负。 郑清大吼,那是我哥买的,凭什么还你? 我歪着脑袋,欣赏了一会儿她的表情,才慢条思理道, 每一件珠宝首饰的购买记录,我都保存得好好的。 秦婉,你是不是得了一响症? 郑清瞪着我,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 我怂怂间,爱信不信。 离开珠宝店之后,我给王若欢发了条消息。 得知她还在律所加班,我想了想,决定过去找她。 进电梯的时候,我低头打字。 正想和王若欢说我到了, 注意力就被身旁传来的一股冷香吸引过去。 我偷偷瞄了一眼, 或,这完美的到三角身材,这比我命还长的腿。 一个字,绝。 我咽了咽口水,努力不让眼泪从嘴角流出来。 正当我鼓起勇气,准备看看对方脸长什么样的时候, 她走了,留我一个人在电梯里后悔。 呜呜,早知道就大胆点了。 到了律所,王若欢正好加完班。 她一边给我倒茶一边问, 宝,你怎么过来找我? 我简单描述了一遍珠宝店发生的场景, 才说出目的。 如果正情耍赖,我想走法律途径, 需要准备哪些资料。 王若欢拍桌而起,她敢。 凭我对正情的了解,估计真敢。 但我瞧着王若欢都要弃成河豚了,就没吱声。 了解完需要的资料,我终止了这个令人不愉快的话题, 选择说点开心的事。 宝,我刚才在电梯里偶遇了一个极品, 那身材真是绝了。 王若欢也跟着激动起来, 要微信了吗? 我摇摇头,没,我连她长什么样都没看清, 只记得右手小拇指上有刻制。 嗨,王若欢大失所望, 没看清脸的一律按宋小宝处理。 我想象了一下,原本火热的心瞬间淡定了。 回到家,王若欢直奔厨房,做饭去了。 我拿起睡衣,准备洗个热水澡,去去晦气。 洗着洗着,我发现水没了, 裹着浴巾直接出去, 想问问王若欢怎么回事。 结果我刚走到客厅, 就被家里多出来的男人惊呆了。 啊,我下意识地发出尖叫。 王若欢听见动静,急忙从厨房跑出来, 手里还拿着锅铲,家里有老鼠吗? 老鼠没有,陌生男人倒是有一个。 我回过神来,一头扎进浴室。 请问,去火星的票还有吗? 本人急需一张。 过了一会儿,敲门声响起。 王若欢的声音飘进来, 宝,你没事吧? 我坐在马桶上,异常尴尬, 本人已死,乌Q。 等我从浴室出去, 那个男人已经不见踪影。 可能怕我尴尬, 王若欢没有说他是谁。 睡觉前, 我回忆了一下。 薄纯, 丹凤眼, 有点点驼风鼻, 是个很冷的帅哥。 就是我们俩的初见太抓马了。 我闭上眼睛, 不愿再想。 三天后, 郑晴没把珠宝还给我。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我果断把事情交到王若欢一个前辈手上, 律师函当天就寄到郑晴家里。 我打定主意, 如果郑晴还玩耍赖那套, 一定要让他尝尝 坐在被告席上是什么滋味。 傍晚, 我正想下班回家, 忽然发现助理在门口那探头探脑。 我哭笑不得地问道, 鬼鬼祟祟的干嘛呢? 助理意识到自己暴露了, 索性站出来, 老板, 郑先生来了, 我皱起眉头, 让保安请他出去。 上次我都下过最后通牒了, 郑晴辉怎么还来? 这狗东西不是最要面子的吗? 我拎起包包, 打算赶紧走人, 结果我刚走出办公室, 就见郑晴辉黑着脸闯进来。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欠他钱了呢? 我撇撇嘴, 郑晴辉, 我和你说过, 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了, 你现在缠着我不放是几个意思? 郑晴辉反唇相机, 要不是你发律师函威胁情情, 我根本不可能找你。 纠正一点, 我竖起食指摇了摇, 我不是威胁郑晴, 而是通知, 如果他不还, 我是真的要告他。 今晚, 我以为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恶毒, 郑晴辉眸色沉沉地盯着我。 我把玩着胸前的头发, 不紧不慢对回去, 恭喜你, 现在发现了。 郑晴辉, 你, 你什么你? 我直接打断他的话, 跑来我的地盘撒野, 给你脸了。 我不想和他拉扯, 属实是浪费我的时间。 我想走人, 郑晴辉却不让我如愿。 他死死牵住我的胳膊, 一把拽了回去。 我穿着高跟鞋身形不稳, 一个踉呛, 剧痛沿着小腿袭上脑海, 显然脚崴了。 我怒了, 一巴掌甩在郑晴辉脸上。 我理了理有些凌乱的头发, 推开他警告道, 郑晴辉, 再有下次, 警察局见。 想起他是为郑晴来的, 我从包里翻出一份清单, 扔进他怀里, 照价赔偿, 我可以不为难郑晴。 郑晴辉一拳锤在墙上, 咬牙切齿, 秦婉, 你非得把事情搞得那么难看吗? 我高昂着头,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那是你自愿送给郑晴的, 扯上欠债, 有意思吗? 郑晴辉扯了扯领带, 一脸不耐烦。 你们兄妹俩真有意思, 助理过来扶住我, 我感觉脚下伤痛缓解了些, 才继续到, 明明是我的东西, 一个说是自己买给我的, 一个抢走了说是我送的。 郑晴辉一向好面子, 家丑突然被我当众捅破, 脸上就跟打翻调色盘似的, 各种颜色来回变化。 我已在助理身上, 忍着钻心地剧痛放话, 再给你们兄妹俩一天时间。 不还钱, 要么正情坐牢, 要么我让人在你公司楼下 拉横条。 末了, 我没管正清灰黑的 堪比锅底的脸色, 一瘸一拐走了。 崴脚了没法开车, 我只好向王若欢求助。 但他还有工作要忙, 就拜托了他的表哥来接我。 大约半个小时, 一辆贵气十足的麦巴赫停在公司门口。 车窗降下, 露出男人完美的侧脸线条。 目光触及我, 肿得像个馒头的脚踝, 他大不留心走过来。 看我穿着短裙, 他脱下外套, 绑在我腰腹的位置, 抱你上车, 记忆吗? 我摇摇头, 下一秒, 我落在一个宽厚温暖的怀抱里。 一股冷香将我包裹住, 我晃了晃神, 这个味道好像在哪闻过? 突然间, 一道灵光闪过脑海, 他是我那天在电梯里碰到的男人。 我抬起头, 看着他那比我人生规划还清晰的下河线, 忍不住心生感慨。 这哪是宋小宝啊? 去到医院, 他把我交给他的医生朋友, 就给我挂号脚废去了。 医生一边给我检查, 一边调侃, 我还以为他这辈子要孤独中老来着, 没想到不声不响的, 找了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我正想澄清, 他就去而复返了。 或许是他太高了, 医生立马收起嘻嘻哈哈的表情, 认真交代我的病情。 伤得不重, 认真擦药加上静养, 大约一个星期就能痊愈了。 我向医生道过泻, 就被他抱进怀里往外走。 尽管隔着两层衣服, 我还是能感觉到 对方胸膛上坚实的肌肉。 触感相当不错。 说来好笑, 这是我近些年来, 头一次那么近距离接触异性。 我和郑清辉谈恋爱的时候, 他可能是想给柳云云手身如玉, 完全不让我碰。 同居一年多, 我就和他牵过几次手。 到了车上,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索性跟着王若欢一起叫, 表哥, 今天真是麻烦你了。 他系安全带的动作一顿, 随即直视我的眼睛, 一脸正色道, 我叫宋明远。 我嫩嫩点头, 嗯, 经过这次插曲, 我们俩之间的联系多了起来。 郑清辉还钱那天, 我心情不错, 就想请他吃顿晚饭。 他拒绝了, 并表示自己今晚要出席一场慈善晚会, 缺少一个女伴。 我闻贤歌儿之雅意, 那我毛遂自荐。 他在电话那端倾笑了一声, 麻烦秦小姐了。 我稍微做了一下功课, 才知道宋明远竟然是福布斯排行榜上的人。 长得又好看, 还超级会赚钱。 老天爷究竟给他关了哪扇窗啊? 晚上抵达宴会现场, 就有人来找宋明远谈生意。 我从未设计过那个领域, 不免觉得无聊, 就找了个角落坐着。 好巧不巧, 在这碰上郑清和柳云云。 两人手挽着手, 俨然一副感情深厚的样子。 他们看见我, 直直向我走来。 我挪开视线, 懒得理会, 可惜, 他们俩好像和我杠上了。 柳云云选择先发制人, 秦婉姐姐,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 好可怜啊。 我起身, 凭借身高优势俯视她, 那你呢? 柳云云愣住, 显然没理解我的意思。 我谈了谈刚做的大红色指甲, 你的清辉哥哥怎么没有陪你啊? 显然, 这个问题戳中了柳云云的死穴, 让她脸色大变。 她深吸了口气, 清辉哥哥只是工作太忙了。 我觉得没劲, 拿起一盘小蛋糕吃了两口, 真诚祝福, 那就祝你们长长久久咯。 柳云云目光闪了闪, 没再说话。 郑秦健壮, 仰起巴掌就往我脸上甩。 我眼疾手快地挡住, 并将吃剩的蛋糕直接扣在她脸上, 左右开弓还了她两巴掌。 啊啊啊啊啊, 其晚你这个贱女人竟然敢打我, 我要杀了你。 郑秦一边吼叫, 一边向我冲来, 仿佛赛场上失控的动牛。 我庆幸自己有健身的习惯, 勉强可以挡住她。 混乱之中, 不薄撕裂的声音响起。 我感觉胸口一凉, 低头看去, 郑秦竟然把握晚礼服的肩带扯断了。 我随时都有走光的风险, 好在一件西装外套及时披在我身上。 熟悉的冷香告诉我, 是宋明远回来了。 四目相对, 她轻轻将我拉到身后护住, 面无表情开口, 好好一场慈善晚宴, 就这么被一些阿猫阿狗破坏了。 主办方急忙喊来保安, 把这两个闹事地赶出去。 郑秦慌了, 冲着我歇斯底里道, 你竟然这么快就和别人好了, 我要告诉我哥去。 我懒得理他, 亲眼嘴角和身旁的人商量。 宋明远, 我的碗里服坏了, 如果你没什么事, 可以现在送我回家吗? 当然, 宋明远毫不犹豫答应了我, 和主办方打了个招呼后, 他就护着我往会场外面走。 过了几天, 我接到郑秦慧打来的电话, 他的声音似乎有些疲惫, 请晚, 我们谈谈。 我想了想, 自从提了分手, 每次见面都剑拔弩张的, 或许该给我八年的感情,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于是我答应了, 行。 郑秦慧发来一家西餐厅的地址, 晚上八点, 我如约而至。 注意到露台上除了我们, 就没有其他人了, 我心里顿时咯噔一下。 不对劲, 太不对劲了。 我想看看, 郑秦慧到底要搞什么鬼, 就坐在了他的对面。 同一时间, 小提琴手和钢琴家就位, 悠扬浪漫的音乐响起。 郑秦慧破天荒地冲我笑笑, 我记得你喜欢橙汁, 特意给你点了一杯。 我拧着眉, 一脸无语, 我对橙子过敏, 喜欢橙汁的另有其人吧。 比如你的云云妹妹。 郑秦慧笑容僵住, 抱歉, 我最近工作太忙了, 记忆有点混乱。 这番说辞, 我是半点不带信的, 干脆直奔主题, 说吧, 你找我来, 究竟想谈什么。 在我的注视下, 郑秦慧从桌下掏出玫瑰花和戒指, 递到我的面前, 语气带着施舍。 秦婉, 我知道你最大的梦想就是嫁给我, 如你所愿我和你结婚, 你别再闹了。 我胸口闷闷的, 心脏仿佛被人紧紧攥住。 嫁给郑秦慧, 确实是我曾经的梦想, 真的做梦都想。 我叹了口气, 你好像吃准了, 我会答应。 郑秦慧挺起胸膛, 理所当然道, 难不成你真有了心欢? 我不喜欢拿别人当借口, 就否认了, 没有心欢, 但不妨碍我拒绝你。 郑秦慧愣了好久才道, 为什么? 捕捉到他眼中一闪而过的紧张, 我不禁觉得好笑。 八年, 都不知道能捂热多少块石头了, 唯独捂不热郑秦慧的心。 等我清醒过来, 郑秦慧不乐意了。 世上还有比这更可笑的是吗? 我柔柔秃秃直跳的太阳穴, 忽然有些心累, 我不喜欢你了。 郑秦慧下意识反驳, 我不信, 你肯定在说谎。 感觉再谈下去也没有意义, 我就火速跑路了。 第二天, 我被助理发来的消息吵醒, 睁眼一看, 原来是今晚有个很大的饭局, 什么阶层的老板都有, 问我要不要去参加。 恰好这段时间要扩大公司规模, 得找几个靠谱的合作伙伴, 我就没拒绝。 考虑到我这张脸比要招人, 我特意穿了条保守的长裙。 然而, 我低估了美貌的诱惑力。 刚坐下不久, 一个大型建材公司的老板 就开始劝酒, 小秦, 喝杯酒交个朋友啊。 我怕出事, 拒绝了, 抱歉, 我喝不了酒。 他收起笑容, 颇有些恼羞成怒的意思, 不喝就是不给我面子。 这时, 郑清辉凑过来, 求我, 我就帮你挡酒。 我往旁边挪了挪, 把嫌弃两个字展示得淋漓尽致。 郑清辉沉下脸, 不识好歹。 劝酒的人还在继续, 起哄的人也越来越多, 中年男人的基本盘果然堪忧。 但是出来做生意, 我也不好做得太绝, 正当我左右为难的时候, 一只骨节分明的手 拿走了那杯酒。 我看过去, 宋明远昂起头, 把杯子里满满当当的酒泉喝了。 大概是喝得太急, 有些酒从他嘴边一出。 沿着光洁的下巴, 倒微微凸起的喉结, 最后落在衣领上。 这画面该死的性感, 看得我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宋明远放下杯子, 神色不渝地盯着始作俑者, 满意了吗? 那个男人明显知道宋明远身份不一般, 不仅不敢多加为难, 还赔了笑脸, 宋总说了哪里话, 我只是和秦总开个玩笑而已。 宋明远扯了一下领带, 你最好是。 警告完搞事的人, 他让服务员夹了一张椅子, 坐在我身边。 我懵了一会儿, 直到他给我盛了碗汤, 飘远的思绪才被扯回来。 看他异常平静, 我觉得他应该是看待王洛欢的份上, 才会对我多加照顾。 于是我往他碗里加了点芹菜炒牛肉, 一脸乖巧说, 谢谢表哥。 他没说话, 只是默默吃掉我给他夹的菜。 我以为他喜欢那个菜, 就一个劲儿给他夹。 他倒也没让我失望, 全给吃光光了。 其他桌还在推杯换盏, 我们这桌演变到最后, 真成单纯吃饭的了。 我松了一大口气, 不过, 郑清辉的存在有些烦人, 每当我给宋明远加菜的时候, 他就恨不得吃了我似的。 碍于场合, 他没敢直接开口呛我, 只是默默喝起了闷酒。 我当作没看见, 自顾自给宋明远加菜。 饭局过半, 我注意到身旁的人有些不对劲, 宋明远, 你没事吧? 宋明远晃晃脑袋, 抱歉, 我的酒量不好, 要麻烦你送我回家了。 根据他的反应, 我觉得他这酒量不是不好, 而是一杯道。 想想郑清辉让我求他的嘴脸, 再看他宋明远喝不了酒, 还要帮我的样子, 对比不要太鲜明。 一时间, 我的心里就像打翻蜜糖罐子, 甜滋滋的。 原本要在甘露寺安家落户的心, 也产生了动摇。 但我一想到, 郑清辉对我恶语相像的样子, 我的心又冷静了。 算是还是当朋友吧, 长久。 就算以后闹掰, 也不会太难看。 饭局结束, 宋明远的脸已经红得堪比熟透的苹果, 我就挽住他的一边胳膊, 生怕走路摔了。 宋明远偏过脸, 小声和我道谢后, 站起来就要往外走。 不得不说, 宋明远有点重哈, 我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 才不至于被他带了一块走歪路。 到了酒店外面, 我正想让驳车小哥把我的车开出来, 就被匆匆赶来的郑清辉拦住。 我挡在宋明远前面, 眼神警惕, 你想干嘛? 这个动作大大刺激了郑清辉, 因为喝酒本就所剩无几的理智彻底崩盘。 他怒目远征, 质问我, 你这就护上了? 扑面而来的酒味, 熏得我皱起眉头, 面上多了些烦躁。 郑清辉, 我们要回家了, 请你让开。 郑清辉非但不让, 还拽我, 你跟我过来。 我试图抽出自己的胳膊。 无奈男女之间力量悬殊太大, 我只能颤抖着声音喝倒。 郑清辉, 你给我放开。 在我慌乱不已之际, 宋明远扑了过去, 两人扭打在一起。 我愣了几秒, 急忙喊来工作人员把他们俩分开。 郑明辉显然很不服气, 被人架着嘴里还要骂骂咧咧, 宋明远, 像他这样水性洋花的女人, 迟早给你戴绿帽子。 周围一片哗然, 本来应该各回各家的人, 纷纷停下脚步。 碍于宋明远是当事人之一, 他们不敢太过分, 只是悄悄往这边打量。 我气炸了, 怒火蹭蹭往上冒, 郑清辉, 你要脸吗? 明明是你和柳云云牵扯不清, 还把脏水泼我身上, 真当好欺负。 郑清辉眼中闪过一抹慌乱。 我注意到了, 怒气直接窜到头顶, 好啊, 和我玩戒酒装疯是吧。 我一脚把它踹进后边的音乐喷泉, 不清醒就下去泡花。 可惜附近没有垃圾车, 否则我非得把郑清辉搞里头, 像他这样的渣渣, 就应该在垃圾堆里。 站在喷泉外边, 欣赏着郑清辉狼狈的模样, 我心里那口恶心终于发泄出来了。 回到车上, 灯一开, 我意外发现宋明远脸上挂了彩。 不过, 他嘴角那抹青子丝毫影响他的帅气, 还给他添了几分战损的美感。 我不知不觉看呆了, 直到一阵风吹过, 我打了个哆嗦, 理智才重新上线。 啊, 美色误我, 在心中唾弃了一把自己意志不坚定, 我扯出安全带, 准备给宋明远寄上。 谁曾想, 我刚俯下身去, 宋明远忽然动了, 我没站稳, 直直摔进他的怀里。 下一秒, 嘴上传来一阵温热的触感, 意识到这是亲上了, 我惊得眼睛变成同名状, 迅速起身。 好在宋明远依旧紧闭双眼, 没有让我尴尬, 不然, 我真要换个星球生活了。 做完心理建设, 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给宋明远系好安全带, 当作无事发生。 到了他家, 我发现偌大的别墅里连个佣人都没有, 人傻了。 宋明远自己住那么大的房子, 平时不会害怕吗? 我反正是挺害怕的。 想到有人喝醉酒, 被自己的呕吐呛死, 我叹了口气, 决定留下来照顾他。 上楼的过程中, 我闻着对方身上一股酒味, 有点难受。 我把人放在床上后, 随口问了一句, 宋明远, 你要不要去洗澡? 说完, 我把自己逗笑了。 我这个猪脑子, 宋明远醉得不省人事, 怎么洗澡? 谁曾想, 洗澡两个字仿佛触发了开关, 宋明远蹭了一下坐起来了, 要洗澡。 因为喝酒, 他的眼里染上一片雾气, 气质变得柔和不少, 和平日里的高冷模样截然不同。 我晃了晃神, 脸著思绪问道, 你确定要去洗澡? 宋明远点点头, 乖巧得像个小朋友。 我的心一下软了, 把人带进浴室, 我特意叮嘱, 有事喊我。 宋明远硬了声好, 一把扯开领带, 又将衬衫扣子一颗颗解开。 我夺门而出, 脸烫得可以拿去煎蛋了。 有那么一瞬间, 我真想直接跑路, 但是理智拦住了我。 算了, 我还是出去吹吹风, 平复一下内心的躁动吧。 再次回到卧室, 宋明远已经洗好了, 正从浴室出来。 她没穿衣服, 只在腰间围了一条浴巾。 发烧上的水珠滴落, 顺着仅是饱满的胸膛, 划过肌里分明的腰腹, 最后没入浴巾。 我背着扑面而来的荷尔猛瞇了眼。 半晌, 我发现自己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 再次夺门而出, 在隔壁客房待了一夜。 等我醒来, 外面已经日上三干。 我想起昨晚那些画面, 脚趾头奉宽蜷缩。 有谁需要建房子吗? 本人可以分分钟 给你抠出一栋别墅。 卷着被子在床上翻滚半天, 我才鼓起勇气起床。 拉开房门, 一股诱人的食物香味 瞬间飘进来, 馋得我肚子叫个不停。 我寻着味道往前走, 停下来的时候, 人已经站在餐桌面前。 宋明远端着一道菜出来, 面色如常和我打招呼, 醒了。 他没有提起那些肝大瞬间, 我放松下来, 小鸡灼米似的点点头道, 嗯, 你做的菜好香。 谢谢夸奖, 宋明远冲我微微一笑, 恍若高山鸡血融化, 勾得我活都没了。 接下来, 我全程都在埋头苦吃, 不敢再看宋明远一眼。 我吃好之后, 以公司有事为理由, 匆忙离去。 此后, 宋明远主动联系, 我的次数多了起来。 背后的含义, 我自然懂得。 我不知道该以何种态度面对它, 很多时候都应付了事。 就这样, 时间过了半个月, 我翻开日历, 发现又到我去美容院做护理的日子, 于是约了王若欢一起。 结果出发之前, 她有个突发性的工作要处理, 不得不放我鸽子。 我只好一个人去了。 到了美容院, 我正要掏出VIP卡, 就被一道熟悉的声音喊住, 秦婉姐姐, 好巧啊。 我转过头, 神色淡淡问道, 有事。 柳云韵装作整理头发, 实则是在炫耀钻戒。 认出那是郑清辉用来和我求过婚的, 我不禁有些惊讶。 不是吧, 不是吧, 白月光竟然就这待遇。 我的表情变化落在柳云韵眼中, 被她理解成羡慕嫉妒恨。 她勾起嘴角, 脸上的得意怎么都掩盖不住, 我和清辉哥哥要订婚了, 多谢姐姐成全。 想激怒我, 那她注定要失望了。 我不为所动, 甚至面带笑容送出祝福, 祝你们百年好和, 省得祸害别人。 柳云韵笑容一僵, 但是很快又恢复如常。 她把我从头到脚扫了一眼, 面上多了嘲讽。 正当我想问问她, 是不是有啥大病的时候, 她开口了, 你和清辉哥哥分手, 还能消费得起这里的项目吗? 我择了一声, 看好戏事地问道, 郑清辉没告诉你, 她那笔创业资金是我给的。 柳云云破防了, 一改温温柔柔的小白脸模样, 怎么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我环璃抱在胸前, 继续道, 你惦记好久的大平层, 也是我全款买的。 你在骗我对不对? 柳云云瞪大眼睛, 好像要把我吃了。 我挑了挑眉, 啊对对对, 你说的都对。 说完, 我从包里掏出VIP卡, 递给前台小姐, 老规矩。 没过多久, 熟悉的美容师Lily跑出来, 笑容热情地和我寒暄。 我把包包递给她, 示意她帮我放好。 Lily心领神会。 末了, 她做了个请的姿势, 秦小姐, 您跟我来。 突然间, 柳云云一个箭步上前, 把我拦住。 我拉开距离, 一脸警惕问道, 你想干嘛? 柳云云盯着我, 目光变得阴瑟瑟的, 别紧张, 我只是想和姐姐聊聊天。 我并不想和柳云云离得太近, 她可是害得我 差点淹死的罪魁祸首。 说来奇怪, 溺水醒来后, 我特意让人去查过监控。 结果得到的消息是, 其他监控都好好的, 唯独对着泳池 那个方向的坏了。 想到这里, 我递了一个眼神给Lily, 她机灵地喊来保安, 弄走柳云云。 经此一事, 我对宋明远 本来就所剩无几的小心思, 彻底没了。 她那张脸 比郑清辉勾人多了, 身后不知道 有几个柳云云这样的人物。 我就一条小命, 实在经不起折腾。 打定主意后, 我把自己泡在公司里, 努力搞钱。 宋明远发来的消息, 如非必要, 我全都不回。 想来她身为一个成年人, 应该能明白我的意思。 冷处理下, 宋明远没说什么, 王若欢倒是按捺不住了。 宝, 你和我表哥最近怎么了? 我揪了一下 她肉嘟嘟的小脸问道, 你哪边的? 她冲我讨好笑笑, 当然是你这边的啦。 我不确定王若欢找我, 是不是宋明远受益的。 但能借她的嘴 替我传递信息, 倒也不错。 于是我清了清嗓子, 郑重其事表态, 我暂时没有再谈恋爱的打算。 王若欢搂住我的肩膀, 眨巴着大眼睛问, 确定不再考虑一下。 我坚定地摇摇头, 不了, 还是搞钱比较香。 本以为经过这次谈话, 宋明远会放弃。 万万没想到, 她竟然找上门来了。 救命! 我手足无措地站在门口, 不敢抬头,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宋明远声音有些委屈, 没事就不能找你, 我悄悄看了宋明远一眼。 此时她搭拉着脑袋, 仿佛下雨天无家可归的流浪狗, 可怜极了。 我叹了口气, 心也跟着一点点沉入水底, 有种喘不上气的窒息感。 如果她出现在郑清辉之前, 我会毫不犹豫接受她。 可惜, 我已经被郑明辉耗尽所有勇气。 不想, 也不太敢再踏入感情这个雷区。 沉默许久, 我终于做好心理建设, 抬起头指示宋明远, 你走吧。 宋明远呼吸一致, 显然听懂了我的言下之意。 不过, 她没有转身离去, 而是一改平日里的高冷姿态, 卑微地祈求我, 请晚, 你不要因为郑清辉不好, 就否定所有人, 好吗? 我自认为, 不是容易心软的人。 可是, 面对这样的宋明远, 我的想法竟然产生了动摇。 在我纠结之际, 宋明远又道, 我们可以从朋友做起, 要是我让你感觉到不舒服, 你可以随时喊停。 身段放低到这种程度, 要求还那么简单, 我实在不知如何拒绝, 就答应了。 好。 宋明远闻言, 肉眼可见地开心起来, 心情瞬间暴雨转情。 高冷的人笑起来, 杀伤力真不是一般强。 我看呆了, 情不自禁跟着笑起来。 恢复联系之后, 宋明远仿佛憋狠了, 给我发消息的频率大大提高。 下属撞见的次数多了, 纷纷打去。 老板, 这是有新情况了。 我否认了, 但不妨碍心里泛起阵阵涟。 日子一天天过去, 我和宋明远的距离 也在慢慢拉近。 周末, 他发来消息, 秦小姐, 可以邀请你一起看的电影吗? 我担心尴尬, 特意询问电影类型。 得知是我一直想看的喜剧片, 我放心了。 傍晚, 我在家随便吃了点东西, 就去赴约了。 碰了面, 宋明远把电影票递给我, 用叮嘱小朋友的语气说, 我去买吃的, 你在这待着, 不要乱跑。 我点开电子身份证, 向他展示, 宋明远, 我今年25岁, 不是3岁。 宋明远一脸认真强调, 我比你大, 在我眼里你就是小朋友。 我服了, 好吧, 宋叔叔赶紧回来哦。 宋明远正了正, 表情脱为无奈, 调皮。 目送他去了柜台, 我就尽找了个位置坐下来。 冤家路窄, 我又碰见正晴了。 他身边跟着几个青春洋溢的女孩子, 应该是和同学一块来看电影。 想起每次见面, 都闹得很难看, 我就当作没看见, 挪开视线。 然而, 正晴好像不找我麻烦, 就会不舒服。 他看见我, 立马抛下同学走过来, 秦婉, 你又被你的新男朋友抛弃了。 我不明白他是什么心理, 但人家打到家门口了, 我自然要对回去, 嘴这么臭, 今早没刷牙。 你, 正晴深吸了口气, 竟然幸灾乐祸道, 你还不知道吧, 我割下约要和云云姐订婚了。 我知道, 我没有如他所愿失态, 还笑意盈盈, 柳云云和我说过了, 你就不难过, 正晴眼里透出深深不解。 不难过, 我面色无比平静, 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两条腿的蛤蟆多得是。 正晴辉又不是说什么人间角色, 这时, 宋明远回来了, 他旁若无人地在我耳边低语, 你的发卡歪了, 我帮你调整一下, 我下意识点头, 麻烦你了。 他轻笑道, 能为秦小姐服务, 是我的荣幸。 咔嚓, 我寻声望去。 正晴竟然在拍我和宋明远, 发现我注意到了, 他就一溜腰跑了个眉影。 我…… 没事就吃点溜溜眉吧。 看完电影, 我能明显感觉到 和宋明远的关系又拉近了。 宋明远知道我早上起不来, 会特意打电话叫我起床。 每天他不着急去公司, 还会绕过大半的城市 来给我送早餐。 刚开始, 我多少有点不自在。 但我面路抗拒时, 他就可怜巴巴地盯着我, 搞得我根本没法拒绝。 日复一日, 我也就适应了, 偶尔还会点菜。 譬如现在, 明天想喝皮蛋瘦肉粥。 好, 宋明远帮我系好安全带, 又把牛奶递给我。 秦小姐, 你还记不记上次那个骨科医生? 记得呀, 对方调侃我和宋明远的话, 让我至今记忆犹深, 怎么了? 他想和女朋友求婚, 但他害怕挑的戒指款式踩雷, 就想帮你帮忙挑一挑。 宋明远顿了顿, 贫心补充, 如果你没时间, 我就帮你拒绝了。 我咽下嘴里的三明治, 今天不忙。 下班后, 宋明远发来消息, 说他们已经在楼下。 见面寒暄了几句, 我得知医生朋友不知道买什么品牌, 就推荐了经常去的珠宝店。 得益于上次一口气买完了当机新品, 贵姐现在见到我就跟看到财神爷一样, 恨不得把我供起来。 在他不厌其烦的解说下, 医生朋友终于买到心仪的戒指。 他和贵姐去付款, 我闲着没事, 就在展柜前欣赏这一对对的婚戒。 直至感觉一道不太舒服的视线落在身上, 我才停下。 一抬头, 我就对上郑清辉遍布红血丝的眼睛。 现实版《红眼并闻学》。 郑清辉发酒疯的模样历历在目, 我下意识地往宋明远那边挪去。 这个动作犹如导火索, 一下点燃了郑清辉脑子里的炸药包, 让他理智全无。 他冲进店里, 又想过来拽我。 我吃过一次亏, 心里自然有了防备。 在他离我还有几不远的时候, 我已经躲到宋明远身后。 宋明远背对着我们, 还处于状态外。 我手动把他转过去, 他和郑清辉对视了一眼, 做的第一件事是回头安抚我, 别怕。 我心里暖洋洋的, 被纠缠的紧张感消散了不少, 也有勇气直面郑清辉, 大家都是体面人, 别闹得那么难看行吗? 这句话似乎效果不错, 郑清辉深深看了我一眼后, 转身离开了。 等到晚上11点多的时候, 我决定收回这句话, 因为郑清辉跑来找我了, 外面轰隆轰隆的雷声响得不停, 雨下的比一品去问他爸, 要钱那天还大。 郑清辉就在楼下站着, 扬言我不下去, 他就不走。 我怕他发疯, 吵到左邻右舍, 只好妥协。 撑着雨伞走出单元楼, 我就见一个人直愣愣站在雨中。 定睛一看, 竟然是郑清辉。 我不能理解他的行为, 但还是耐着性子询问, 说吧, 找我什么事。 郑清辉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 露出通红的双眼, 秦婉, 你才和我分手不久, 就和宋明远又看电影, 又挑婚戒, 你怎么能这么快变心? 我被他这通双标的话气笑了, 反问, 那你和柳云云呢? 郑清辉一本正经强调, 我只是把他当成妹妹。 妹妹, 我仿佛听到了天底下最大的笑话。 上次同时掉进水里, 你明明知道我小时候溺过水, 却毫不犹豫选择先救他。 还有求婚的时候, 我和你说过很多次, 我对橙子过敏, 你却因为柳云云喜欢橙汁, 继承我喜欢。 你自己想想, 这是妹妹会有的待遇吗? 郑清辉沉默片刻, 颤抖着声音说, 晚晚, 我知道错了。 她上前拽住我的胳膊, 露出我从未见过的卑微, 求求你,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甩开她, 你都要和柳云云订婚了, 还跑来我面前装深情, 有意思吗? 那是我故意刺激你的, 我不是真的要和她订婚, 她哑着嗓子嘶吼, 与我无关, 我心无波澜, 甚至想睡觉。 郑清辉大受打击, 身形亮枪了几下, 秦婉, 你怎么能那么狠心, 说不爱就不爱了? 张嘴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我十分嫌弃道, 别说的你多爱我似的, 你只是少了个舔狗, 不习惯而已。 扔下这话, 我转身欲走。 郑清辉扑过来, 想强吻我, 好在我一直提防着, 侧身躲开了。 不过, 我被她这操作恶心地干呕了几声, 郑清辉愣住。 半晌, 她才难以置信问道, 你, 你怀孕了? 为了赶紧摆脱郑清辉这块狗皮膏药, 我开始胡言乱语, 对。 说完, 不顾失魂落魄的郑清辉迅速跑路, 想来她知道我怀孕了, 就会消停下来。 第二天, 我醒来拿起手机一看, 这狗东西确实不再纠缠我, 但她改成给我泼脏水了, 真的酸Q。 脱了郑清辉的福, 一夜之间, 我的风评受到极大损害。 宋明远估计是担心我, 前面打了十几个电话过来, 但我那会儿没醒, 就没接到。 很快, 屏幕上又显示宋明远的来电界面, 电话一接通, 那端就响起宋明远异常急切的声音, 晚晚, 你没事吧? 我玩笑似的问她, 干嘛, 怕我想不开。 宋明远顿了顿, 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万事有我, 通过语气, 我能想象到她在说这话的时候, 表情有多么认真。 一时间, 心里仿佛多了一只无形的大手, 把我那些焦躁不安全给抚平了。 我柔柔发烫的耳朵, 斗志昂扬道, 这是你别管, 我不亲自动手, 心里会不爽。 宋明远尊重我的选择, 但还是叮嘱了一句, 不能解决一定要找我。 我笑了笑说, 知道了, 挂断电话, 我就干活去了。 花了半个小时, 翻完所有聊天记录, 我把精彩部分截下来, 发到朋友圈。 为了让更多人看到, 我特地把允许陌生人查看的权限打开。 吃瓜群众惊呆了, 毕竟身边难得一见这么狗血的事。 这下被口诸笔罚的人换成了柳云韵和郑清辉。 当然, 舆论战是小事, 想要报复郑清辉, 还得从他最在意的东西下手, 比如他的公司。 我给他资助的时候, 他因为要面子, 给了我相应的股份。 那会儿我对他死心塌地, 没想过要他的东西。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他不仁, 那就别挂我不义。 我放出消息, 要抛售郑清辉公司的股份。 他身为这本书的男主角, 公司一直很有发展前景, 想要股份的人自然不少。 在这些人里, 我挑中了郑清辉的死对头。 在我准备和他接洽的时候, 郑清辉跑到我的办公室来了。 他浑身上下冒着火气, 显然气得不轻。 我把玩着钢笔, 静静欣赏他这火冒三丈的样子。 几个眼神交锋下来, 郑清辉按捺不住了。 秦婉, 你怎么能把股份卖掉? 我仰起下巴, 理直气壮倒, 那是我的东西, 我想卖就卖咯。 郑清辉一拳砸在桌上, 冲我怒吼, 那是我辛辛苦苦创立的公司。 我耸耸肩,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他气得青筋抱起, 指着我满脸愤恨倒, 你够狠。 我拍掉郑清辉的手, 只是他充满怒火的眼睛, 你做出一, 我做十五罢了。 然而, 他丝毫不觉得自己有错, 今晚, 我只是实话实说。 我柔柔秃秃直跳的太阳穴, 示意保安直接把它弄走。 身为男主, 郑清辉一直过得顺风顺水, 没有被社会毒打过。 换做其他人, 如果处于命脉被我拿捏住的情况, 只怕是恨不得跪下来求我。 我决定给他上一课, 让他知道社会的险恶。 和他的死对头见过面, 我在价格合理的情况下, 毫不犹豫卖了。 死对头拿到股份, 他俩的股份就近乎持平了。 只需要再从小股东那里再买点股份, 公司的大boss就要彻底换人了。 郑清辉的位子岌岌可危, 不用特意打听都知道, 他这段时间过得焦头烂额。 为了防止死对头谋权篡位, 隔三差五就找小股东开会。 其中持股最多的小股东, 恰巧和我关系不错。 因为过去那些破事, 他一直很心疼我。 所以, 郑清辉怎么给他画饼, 他都没有松口。 兜兜转转, 郑清辉还是求到了我的面前。 这狗东西本来想硬闯办公室。 但我之前特意加强了安保力量, 郑清辉又没有三头六臂, 直接被赶出去。 宋明远得知此事, 还没下班就跑来找我, 晚晚, 从今天开始, 我送你上下班吧。 我故意不吭声, 时间一点点过去, 他紧张得额头上都冒汗了。 见他怪可怜的, 我才收起逗弄他的心思, 慢条斯理开口。 宋先生, 我感觉你好像很期待啊。 感觉到我的恶趣味, 宋明远耳根通红, 还好。 我轻轻扣了两下桌面, 那就算咯。 不行, 宋明远肉眼可见得极了, 打起直球, 我确实很期待。 这下反而轮到我不好意思了。 柔柔略微发烫的脸, 我战术性咳了两声, 洋装淡定, 接下来就麻烦你了。 宋明远听完眼睛亮亮的, 仿佛得到主人奖励的小狗狗。 我严重怀疑, 宋明远要是有尾巴, 现在估计得摇成螺旋桨。 看着他傻乎乎的样子, 我对恋爱极其抵触的情绪, 忽然消失了大半。 算了, 顺其自然吧嘛, 时间会给出答案。 下班后, 我有点缠家尝菜, 想起王若欢提过一嘴, 宋明远厨艺相当不错, 我就试探性问道, 外面的饭吃腻了, 我们去超市逛逛, 买点菜回家做饭, 但我水平实在有限, 只能给你打打下手。 宋明远汗手, 一边调整导航, 一边询问, 想吃什么。 我掰着手指头鼠, 辣子鸡, 清炒菜心, 玉米排骨汤, 再加一道你喜欢的芹菜牛肉。 买完菜, 我给王若欢发了条消息, 宝, 你今晚回来吃饭吗? 宋明远亲自掌勺, 不了, 你们俩多吃点, 嘿嘿, 我有些无奈。 欢子, 你这撮合的心思太明显了哦。 宋明远处理食材的时候, 我想着不能光吃饭不干活, 就去厨房询问, 我能干点什么活。 他从袋子里翻了翻, 掏出一个我意想不到的东西。 葡萄。 宋明远把它洗干净, 装在漂亮的玻璃碗里, 递给我, 你的火。 我抽了抽嘴角, 提心提醒, 煮葡萄八成是一道黑暗料理。 宋明远明显愣了一下, 笑得特别无奈, 小笨蛋, 这是给你吃的。 意识到自己想差了, 我尴尬地蜷缩起脚趾头, 但还是硬着头皮询问, 确定不需要我帮忙。 确定, 宋明远转过身, 干脆利落地处理起食材。 这架势确实比我强多了, 于是我就留在厨房, 陪他一块做饭, 顺便吃点葡萄。 宋明远的厨艺确实名不虚传, 我全程低头干饭, 恨不得把脸埋在碗里。 这个男人真的很难让人不心动啊, 吃饱和足, 我下意识起身收拾碗筷, 毕竟做饭的时候, 我什么都没干。 谁曾想, 我刚把碗筷叠好, 就被宋明远抢走了, 我来。 我愣在那里, 脑子里仅有一个想法, 这就是传说中的贤夫良妇吗? 等他收拾好餐桌, 王若欢也回来了。 他看看宋明远又看看我, 笑得见兮兮的, 你们俩吃好了。 宋明远没说话, 我白了他一眼, 你这样好猥琐, 能不能正常点? 好好好, 王若欢收起笑容, 换成相当正经的表情, 你上次溺水, 快把我吓死了, 正好我刚回家的时候, 发现楼下新开了家游泳馆, 让我表哥教教你怎么样? 他有游泳教练症哦。 我考虑一下, 我一直想学游泳, 但是水带给我的心理阴影太大了, 始终没能鼓起勇气。 别考虑了, 这周就开始学, 王若欢替我拍板。 周末, 我走到游泳馆门口的时候, 忽然想到一个重要问题。 宋明远教我游泳, 身体接触肯定少不了, 碰面之后, 我脑子里都是教学过程中 会产生各种肢体接触, 紧张的一批。 直到进了换衣间, 我才缓过来, 打开包包, 我掏出泳衣, 人傻了。 我买的那件, 风格小清新, 且款式略微保守。 而我手上这件, 异常性感。 黑色深微, 侧腰那块还是镂空的。 不用问就知道, 肯定是王若欢搞的鬼。 想到穿着这件泳衣, 在宋明远面前来回晃悠, 我就浑身不自在。 欢子, 要不你还是把我杀了吧, 我真的会尴尬死。 费了好一番功夫做心理建设, 我终于说服自己, 换上这件泳衣。 走到外面, 我环顾四周, 没有找到宋明远。 难道他有及时处理, 临时走了? 我松了一大口气。 庆幸之余, 又隐隐有些说不清到不明的失落。 正当我要回去换衣服的时候, 水里忽然冒出了人。 他踩着梯子一步步走上来, 仿佛专门勾引过往路人的美貌水鬼, 比起平时多了几分魅惑。 随着他的走动, 晶莹剔透的水珠逐渐掉下来, 落在仅是饱满的胸肌上, 又慢慢滑向整齐漂亮的腹肌上。 我的视线随着水珠缓慢下移, 最终落在泳库边缘的位置。 我脑子里的东西 一下变得不可描述起来。 直到他喊我的名字, 我才抬起头, 如梦初醒般眨眨眼睛。 过了几秒, 我的意识回笼。 想起刚才脑子里浮现的画面, 脸上温度飙升, 心里那头小鹿框框撞树。 我怕心跳声太大, 宋明远离的竟会听见, 特意拉开一点, 距离才到, 你刚才说什么? 宋明远凑过来, 怎么呆呆的? 熟悉的冷香钻进鼻子里, 我感觉脸更烫了, 说话都不利索, 没,没事。 宋明远嘴角擒着笑, 声音无比温柔, 今天不教动作, 我先带你下水, 克服心理阴影。 我点点头, 盯着地面说, 好的,宋老师。 下了水, 恐惧感涌入脑海。 我顾不上尴尬, 紧紧搂住宋明远的脖子。 宋明远不停安抚我, 说些其他事情, 转移我的注意力。 不得不说, 这个办法确实有用。 渐渐地, 我发现水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 逐渐放松下来了。 这时我才注意到, 宋明远身体紧绷得厉害。 原来紧张的, 也不止我一个人啊, 我心里平衡了, 整个人彻底放松下来。 玩了一会儿水, 我觉得有点没意思, 忽然想逗逗宋明远。 看他全程都用的绅士手, 我就故意蹭他。 没几分钟, 我感觉到了变化, 人傻了。 宋明远低头看我, 颜尾染上诱人的烟红, 声音沙哑问道, 满意了。 我善笑了一下, 不敢再乱动。 这次游泳教程结束, 我和宋明远的关系 又上升一个台阶, 顺利发展下去, 我们会变成情侣。 在我满怀期待时, 一个声称自己是 宋明远试交妹妹的女孩 找到了我。 咖啡店, 我们面对面坐着, 柳云云这个前车之鉴 让我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 异常厌恶。 同样的, 这个女孩也美好脸色。 她仰起下巴, 语气高傲地自我介绍, 我叫林薇, 遍布全国的精泰酒店知道吧? 我家开的。 我点点头, 你有什么事吗? 林薇倚着靠垫, 姿态慵懒, 明远哥哥不是你这种身份 能消想的, 你死心吧。 我顺势问道, 那么什么身份才可以? 当然是我这种啦, 林薇挺直腰板, 家里知根知底, 能给她提供事业上的帮助。 我知道了, 感谢老天爷, 让我在二次踩雷之前, 给了我当头一棒。 单方面结束掉这次谈话, 我拎起包包就走。 刚上车, 宋明远的电话来了。 我忍着不断涌出的怒火, 语气如常地接起来, 怎么了? 宋明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还是和以前一样, 开口就是宠溺无比的声音。 晚晚, 你昨天说了想吃火锅, 今晚就去怎么样? 好, 随便应付几句, 我就以公私有事为由, 打发宋明远。 我会答应, 是觉得林薇能找到我, 应该调查过我的行踪。 按照她的性格, 我今晚和宋明远出去吃饭, 她大概率会跑来捣乱。 而我正好借着这次机会, 和宋明远掰着清楚。 傍晚, 我一下楼就见宋明远笑着迎上来, 她习惯性抬起手, 想要摸摸我的脑袋。 我躲开了。 宋明远轻声询问, 我做错事惹你不高兴了。 没有, 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宋明远, 只能转移话题, 先去吃饭吧, 我饿了。 林薇没让我失望, 我和宋明远落座不久, 她就来了。 四目相对, 她一屁股坐在宋明远身旁的位置, 娇滴滴道, 明远哥哥, 你和姐姐出来吃饭, 怎么不喊我呀? 这熟悉的称呼方式, 让我想起那段糟糕的往事, 表情管理一下就失败了。 正当我准备让位走人的时候, 宋明远开口了, 第一, 不好喊我明远哥哥, 他不喜欢, 第二, 我和你不熟, 为什么要喊你一起吃饭? 林薇脸上的笑容僵住, 明远哥哥, 你怎么能这么说? 宋明远皱起眉头, 林小姐, 你这样像是得了钟情妄想症, 建议去医院检查。 不是的, 林薇咬了咬唇, 声音颤抖, 我没有姐姐漂亮, 你更喜欢她, 我能理解。 但我们都要订婚了, 你就不能做做表面功夫吗? 你知道污蔑我的人是什么下场吗? 宋明远眸色沉沉, 周身气压低到极点, 林薇眼睛马上红了, 很快, 她的眼泪就扑扑往下掉, 我能分辨出来, 她和柳云云那种假哭不一样, 她是真哭。 尽管我不太想承认自己眼光差, 但是林薇和宋明远之间明显有毛逆, 我心里堵得慌, 不想再继续待下去, 当即起身, 宋明远, 我没想到, 你竟然是脚踏两条船的人, 真是人不可貌相。 宋明远慌了, 急忙拉住我的胳膊, 晚晚, 你相信我, 我和她真的不熟, 她可怜兮兮的样子, 让我想起那些美好的回忆, 对比满地鸡毛的现在, 我的心像是被人掏了个大洞, 痛得我说不出话。 半晌, 我用尽全身力气, 才勉强开口, 你现在和郑清辉纠缠我的时候, 有什么区别? 宋明远脸色煞白, 一点点松开我。 回到家, 我扑在沙发上, 眼泪完全控制不住。 王若欢听到动静, 从房间出来。 看到我这个凄惨模样, 她急忙跑过来询问情况, 宝, 我表哥欺负你了。 想起她和宋明远有层亲戚关系, 我不想她家在中间尴尬, 就摇了摇头说, 不是。 那就是郑清辉了, 她义愤填膺地撸起袖子, 抄起钥匙, 就往外面冲。 你干嘛去? 我急忙拦住她。 王若欢插着腰, 气鼓鼓道, 帮你教训郑清辉那个狗东西啊。 这下, 我也顾不上哭了, 连忙安抚王若欢。 就她这小胳膊小腿, 还想教训郑清辉一个成年男人, 不被人家教训就不错了。 为了不让王若欢担心, 我只好用工作麻痹自己。 这样做的好处是公司蒸蒸日上, 坏处是我黑眼圈都要掉到地上了。 看着镜子里的人, 皮肤差得简直没眼看, 我就空出一天时间去了美容院。 护理的时候, 我听到隔壁床的两个太太在聊天, 林家最近不知道惹着什么人, 生意出了好大的问题。 听说是宋家, 可林家不是一直对外宣称, 他们两家是试交吗? 不好说, 里面门道太多。 他们的聊天还在继续, 我却没心思再听。 现在我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 宋明远不会回过头来报复我吧? 我心里装着是, 又不能找王若欢倾诉, 实在憋得慌。 思来想去, 我决定去喝点小酒, 消消愁。 因为从没去过酒吧, 我对这里特别不适应。 在我纠结要不要算了的时候, 一个长相猥琐的男人走过来, 冲着调酒师说, 给这位美女来杯长脑冰茶, 我请。 我皱着眉头拒绝了, 不用, 我要回家了。 她伸出胳膊挡在我前面, 色眯眯道, 美女别着急走啊, 和哥哥玩会儿。 我一把推开, 我不介意和你去警察局玩。 被我三番两次拒绝, 她恼羞成怒了, 出来玩装什么清纯。 骂完之后, 她还不死心, 想强行占我便宜。 这时, 一道身影突然出现, 将这个猥琐男踹翻在地。 我转过头, 看见凌薇站在不远处。 她化着攻击力很强的烟熏妆, 头发有几撮挑染的绿色, 全然不见之前的柔弱模样。 在我愣神之际, 她拿掉嘴里的棒棒糖骂道, 人家说了, 不想和你玩, 滚。 看出她不好惹, 猥琐男没再纠缠, 灰溜溜走了。 林薇搂住我的肩膀, 走吧, 送你出去。 上了车, 她看着我叹了口气, 嘴里念叨, 算了, 就当积德行善了。 我以为她在说刚才的事, 正想道谢, 却被她抢了先, 其实我和宋明远什么关系都没有。 我会故意搅局, 是因为家里要送我去和老头联姻, 我自己没法对抗他们, 只能刺激宋明远, 抱歉。 我的心情很复杂, 毕竟林薇刚才保护了我。 思来想去, 我决定就此抵消算了。 当下最重要的是, 怎么和宋明远重归于好。 我到现在还清楚记得, 她当时可是难过的都要哭出来了。 不如去找她, 想法一冒出来, 我就去车前往她的住处。 到她家门口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 我抬起手, 想按门铃, 纠结了一会儿, 我又放了下来。 因为我还没想好见面要和她说什么, 直接道歉, 还是先说点好话哄哄。 在我头疼不已之际, 一阵脚步声打断我的思绪。 抬头一看, 宋明远那张英俊的脸映入眼帘。 我愣了几秒, 愣得道, 你, 你怎么出来了? 我在监控里看到你了, 宋明远走出来, 试探性牵住我的手。 发现我没有甩开, 她才小心翼翼问道, 晚晚, 你这是原谅我的意思吗? 傻子, 临危什么都和我说了, 我扑进她怀里, 眼中满是歉意望着她, 对不起, 我没给予你足够的信任。 不怪你, 宋明远紧紧抱住我, 仿佛要我把嵌入身体, 是我做得不够好。 我没就这么任由她抱着, 不知道过了多久, 她忽然一脸认真地看向我, 秦小姐, 我想当你的男朋友, 可以吗? 我点起脚尖, 用行动代替了回答, 在月光下, 炙热拥吻。 重归于好之后, 她买下王若欢隔壁的房子, 把我方方面面照顾得都很好。 四手五入, 我们俩也算是同居了。 日子就这样过了半年, 我生日那天, 她送了我一个特殊的礼物, 挺好, 就是有点废妖。 第二天, 宋明远一睁眼就搂着我说, 秦小姐, 你要对我负责。 我刚醒来, 脑子还是晕乎乎的, 怎么负责? 她以本正经的回答, 给我法律承认的身份。 从民政局出来, 我掐了一把宋明远腰间的软肉, 你都没和我求婚。 宋明远面露委屈, 我求了, 昨天晚上你答应了的。 顺着她的话, 某些要打马赛克的画面闪过脑海。 我连忙打住这个话题, 领了证, 婚礼自然也要提上日程。 准备过程中, 宋明远一直都以我的喜好为主。 无论多麻烦的东西, 她都会给我弄到, 从来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不耐烦。 偶尔想起那段灰暗无比的时光, 我都会心生感慨。 原来健康的感情是这样的。 转眼间, 举办婚礼的日子到了。 化妆的时候, 王若欢忽然跑来找我, 保, 郑青辉不知道从哪弄来的帖子, 竟然混进来了。 我想了想, 大喜的日子, 她不闹事就别管了。 王若欢点点头, 风风火火道, 那我安排几个人盯紧她。 说实话, 我心里有些忐忑, 宾客们可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万一郑青辉闹起来, 我和宋明远就尴尬了。 好在我担心的场景没有发生, 婚礼最终顺顺利利完成了。 新婚之夜, 宋明远拉着我胡闹了一番后, 拥着我沉沉睡去。 醒来已经是下午, 王若欢来家里找我玩, 顺便分享八卦。 保, 酒店那边的人说, 郑青辉那个狗东西 在你婚礼现场坐了一个晚上, 还哭了。 她那公司昨天一煮了, 今早柳云云跑来找她, 吵着吵着竟然打起来了, 笑死我了。 好了, 以后不要再说她了。 宋明远是个醋坛子, 要是知道了, 我又得腰酸腿软了。 而且我现在过得很幸福, 没有精力再去关注那些 无关紧要的人了。